棚顶由于积雪的原因是发生了坍塌的 因为暴雪下不停 沈阳这所学校楼顶顶棚被厚重的积雪压垮 五楼一整排的窗户都被敲破 窗帘被强风吹到屋外 咱早上看见的时候也都看了 五层的顶上应该是灰色 就是高中初中早就挪走了 当地因应暴雪宣布停课 所以这场雪灾并没有造成伤亡 但又强又猛的大雪 让辽宁沈阳的交通几乎瘫痪 大连机场紧急关闭 官方派出将近30台大型铲雪车不断清扫 在市区有公车开一半 卡在雪里动都动不了 同样饱受暴雪灾害之苦的还有内蒙古 一间公暖公司车棚承受不住积雪重量倒塌 钢架不但压毁多辆轿车 还把运输带卡住造成2000多户民宅 一度停止供暖 宁夏沙漠也降下今年第一场雪 漫天飞舞的白色雪花 落在一望无际的黄沙上景色壮观 根据大陆气象预报 北方还会持续降雪 目前疫情紧张的北京发布公告 风控地区清扫的积雪只能放在封闭区内 不能运出管制范围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